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尊生来伤害你的人 是来度你的 遇见了 要感谢 佛说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若无姻缘 何以相遇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向来缘浅 奈何情深 若不相见 姻缘已尽 姻缘已尽 再无相欠 无需再见 因果轮回 修善因的善果 修二因的恶果 前面的因所得的果 就是现在的缘 现在的所作的因 得来的果 就是今后的缘 之前没有种这个因 之后就不会有这个缘 缘不成熟 而去攀缘 再怎么攀 也没有用处 只能种现在的因 而得之后或未来的缘 这就是因缘 缘还分善缘与二缘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这就是出自斯加摩尼 意思是 如果两人没有相欠 就不会遇见 今生相遇 便是有缘 若是无缘 擦肩是人 相吃相熟 荆棘铺满 相识一笑 心照不宣 有你真好 无缘无悔 但求当下 与一共勉 这句话阐释了 人与人存在四种关系 分别是 报恩 保怨 欠债 还债 人与人遇见 无论是亲友 还是敌人 都是因为前面欠的债 现在来还 人的善恶行为 都有果报 因果痛于前面 现在和未来 人这一生能遇到谁 其实都是注定的因缘 足够像那句话说的 有缘千里来相见 无缘 对面不相逢 当然 这因缘并非是上天 所注定的 而是我们过去 种下的因果 很多人不信前世 不信六道轮回 其实当下就是轮回 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 来了又走 又不断有新的因缘出现 这其实就是生命的轮回 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今生的果 必然是前世中下的因 有因缘的人 必定会见面 人这一生会与很多人路过 但真正能走进心里的人 寥寥无几 有些人来到我们身边 是我们生命里的贵人 带给我们很多温暖和帮助 使我们心存感恩 人这一生也避免不了 有些来伤害我们的小人 使我们烦恼痛苦 我们往往会追恨那些 折磨我们的人 但其实 小人也是来度我们的佛菩萨 不应怨恨 而是感恩 人生需要有人去磨砺你 去激发你的潜能 不要把小人的伤害 当成折磨 而因是人生的考验 比如佛陀修行圆满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后 却为提婆达多受计为佛 提婆达多看似是魔 但在福会圆满的佛眼中 他就是来度他的佛 圆满了佛陀的修行 让佛陀的心量更加宽广 佛陀是慈悲的 更加有智慧的 凡夫只知道记仇 却不知万事的发生皆有因果 即使过错是别人的 业障也一定是自己的 业障失陷后 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很多同学问的最多的问题便是 怎么能够消除业障 那么首先 我们得要清楚究竟什么是业障 在佛教当中 业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指的是终生于生 口 意所造的能避障圣道的恶业 通俗点来讲 就是我们人因为不善的身体行为 语言表达 思想活动等 而不断地给自己积累的恶的业力 能量 这种恶的业力会一直伴随着你 影响你的生活 工作 困婴 家庭 子女等等 对你的未来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即便现在不发作 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等着你 所以你看 很多时候 人们总是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 病痛 或者莫名其妙的心情欲解 昏沉失忆 想做的事情做不成 不愿发生的坏事却接踵而来 多数时候就是由于业障 而这业障随身 必然拥抱 人这一生要不断地反思自己 别人如何待我 是我的因果 不要抱怨 怨恨只会加重你心中的烦恼与痛苦 不如放下 释怀 钻二元为善元 有恶业不可怕 不要抱着痛苦不肯放手 没有谁能真正伤害得了你 要及时忏悔 广结善缘 要将那些所谓的小人 视为来度自己的菩萨 你的心境就不一样了 欲试 把心放平 放清净 智慧才会得以显现 谁对不起你 谁伤害你 自有因果定夺 人这一生心里放不过自己 是没有智慧 心里放不过他人 是没有慈悲 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更加清醒地过着锐智的生活 生活是自己的 不要故意计较 你若是阳光 懂得感恩 生活处处皆是欢喜 这一生来伤害你的人 是来度你的 若遇见了 要感谢 朋友们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经常赞赏 转发和随喜一切正能量的文章 能让更多人看到 也能为自己积累福报 如果有人因为你转发内容而受益 功德就是你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